五年前拿著自己的會晤 抄西門町睡覺的街友潑灑 部分少年陳泰安 離譜的行徑引來撻伐 搞到最後必須下跪道歉 才平息眾怒 四處添麻煩的他 兩年前欠債遭房走 搞到後來連做爸爸的 都要為兒子的事出庭 還意外爆出另外有孩子的事 週刊報導 陳漢田因為兒子的事 兩人都被傳喚作證 卻都臨時請假 還被裁罰三萬 最後是法官開出拘票 他才保證會出庭 只是到了開庭當天 法官問是不是第一個 接到兒子電話的人 他先是回答忘記了 最後才坦承是他接的 態度不配合 加上說辭反覆 法官無奈至於只好表示 為什麼都說忘記 你究竟有幾個兒子 會多到兒子被綁都不記得 陳漢田先是愣了一下 強調私人領域 我一定要回答嗎 接著又說 你是要戶口內還是戶口外 愛於妻女在場 要求迴避後 他才說我一共有五個兒子 只有為這個愛惹事的兒子 上過警局 陳漢田過去因為 為兒子陳泰安 頗分事件受訪 根據周刊報道 他和原配生下陳泰安和一個女兒 另外還有四個兒子 當時原配也曾因為兒子惹事 一同出面道歉 49歲的陳漢田在中國大陸設立連接器工廠 因為熱愛種植堪稱盆災達人 外傳有百億的身價 異性猿似乎不錯的陳漢田 過去也曾拍到跟凱文明摩李小涵 一同出席派對活動 李小涵似乎也因為喜愛盆災 思想不少拿盆災當背景的照片 事業有成的陳漢田 如今因為兒子的問題 然而偉澳在自己身邊外型亮麗的女子 格外受到注目 記者台北眾報道